我的爸妈都是海军战士 他们在南海舰队 当了二十多年的海军的战士 1984年 我八岁 父母转业回到地方 我跟着他们一起 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部队大院 当然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 挥一挥手就离开部队了 后来我才发现 用这一挥手转身离开的部队 我可能要用一辈子去想念它 尽管我一辈子可能当不了兵 但是在我的身体里 永远流淌着军人的血脉 今天我们在这一艘舰船上 尽管属于海军 但是它没有大炮 没有机枪 没有导弹 没有鱼雷 这一艘船上满载着的 是中国人一个强盛的梦想 对和平的渴望 以及一个大国的形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